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另外呢 在前三年容易复发 那它在复发的时候容易转移到脑部跟肺部 那一般来讲其他类型的乳癌的话 在早期乳癌的话存活率都大概90%上下 那一旦得到三阴性乳癌 就算早期也只有65% 如果是到第四期转移的话 它的五年存活率甚至会下降到只有12% 那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话 大概还有30%几到40%左右 所以说它是相当恶性的一种乳癌 所以我们看到乳癌的几个分类当中 管腔型占到60% 这个喝吐阳性的也有到25个百分点 对对对 那但是这些都相对是比较容易治疗的 对 所以三一性的治疗策略 在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在过去大部分是以手术跟化疗为主 那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用传统一些化疗药物 但是因为它恶性度比较高容易复发 所以说一般来讲病人就会打第一线的化疗 第二线的化疗 反复的治疗 那病人就必须要承受这些副作用 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式的药物出现 有一些免疫治疗 免疫检查典疫治疗 还有一些标靶型的药物的话 都可以让现在治疗成绩大幅的进步 所以说现在得到三一性乳癌 在医生适当的治疗之下 也会有不错的治疗效果 因为我妈妈是大概在二十年前得三一性乳癌 其实那时候以为想说 很高兴啊 因为做完坏了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其他人还要做抗荷尔蒙治疗 他不用啊 我们以为这挺好 后来听说他很恶性的时候 就蛮担心 但好像当时也没有办法 他打的就是小红莓 因为以往打小红莓跟子三唇 大概是主力的药物 但是如果病人 因为他在三年内容易早起复发 所以说复发的时候 你可能又要打其他的药物 会打第二线第三线 那每种药物的副作用不一样 病人就要承担这些副作用的 就是说会蛮辛苦的 那新式的治疗里面 我们现在有看到所谓的PAP抑制剂 也就是要具有 波罗卡基因的阳性 还有PD-LN的免疫药物 还有新一代的 所谓抗体药物复合体 这个是ADC 这个就是三一性乳癌的希望 我们接下来主意来介绍一下 我们先看到这一个是 三一性乳癌新式的 所谓的PAP抑制剂 光是PARP 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不太懂说 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标靶吗 不是 因为我们的基因 它最主要是分单骨的DNA 跟双骨的DNA 那这种 这个PAP inhibitor 就是PAP抑制剂 它就是说去抑制单骨的DNA 那这个 如果说有这个基因突变的病人 它双骨的DNA 的修复也有问题 所以它单骨的基因修复 跟双骨的基因修复都导致出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合成致死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药物呢 在特定的人的话呢 它就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这个药物虽然有效 但是要用在特定的人士 才会有帮助 所有的特定人就是 那5%到6% 有BROCA基因突变 对 那基因突变的话 它最主要这个基因是拿来修复双骨DNA 那如果说 癌细胞的DNA有问题的话呢 它就会 它这个基因有突变的话 会造成它没办法修复它的那个DNA 是双骨的 那这个药呢 它是负责 就是说 去抑制它修复这个单骨的DNA 如果单骨双骨都没办法修复的时候 那这个癌细胞就会 因为没办法自行修复 就会凋亡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去抑制 癌细胞本身修复 对 基因突变的功能 对 那它会不会顺便把我自己本身的 基因突变修复的功能也抑制掉 因为它是这个目标是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它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不断要不断的复制 才能够增加它的细胞量 然后去做转移 然后去伤害我们的身体 那你今天 癌细胞呢 在分裂的过程中 就是因为说它没办法自我修复 那导致它制造出来的新的癌细胞 就死掉了 对 所以再加上这个药物的帮忙呢 会让它没有办法不断的制造细胞 那到最后这个肿瘤没办法成长 然后就会面临凋亡 所以这个药物的作用呢 在无疾病恶化存活期的这个 跟化疗的比较 如果只打传统化疗是4.2个月 可是如果你刚好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它可以到7个月 第二种 这个是所谓的PD-1的 也就是免疫药物 这个免疫治疗在三一性乳癌 现在效果如何 目前为止是几乎是 大部分三一性乳癌治疗上面 是我们临床医生常用的药物 那什么叫做免疫检查点呢 就是说它在细胞在分裂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免疫细胞 会去辨识出来我们的癌细胞 然后靠的就是这个免疫检查点 PD-L1 它在辨识出来这个接受体的时候 就认为它是癌细胞 然后就会去堵詐癌细胞 但是有这个接受体的癌细胞 这个免疫细胞 会把它辨识为正常的细胞 那如果把它辨识为正常的细胞 免疫细胞就停止攻击它 那这是我们不乐见的嘛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免疫细胞 去攻击癌细胞 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呢它是会去让免疫细胞可以正确的辨识出来 这是癌细胞 而增强我们的那个免疫细胞毒杀 癌细胞的能力 所以这个PD-L1免疫药物会让这个刹车失灵 好 启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癌细胞 就是癌细胞已经把它锁住了 你又去把它打开 对吧 让你的那个T细胞能够活过来 对对对 它的效果 它现在用的是手术前手术后都有用是吗 对 哦 那运用的蛮广的 对对对 辅助性治疗是针对手术前后高风险的早期三一性乳癌 所以现在早期就在用了 对 如果早期乳癌它是属于复发高风险的 我们会让病人开始使用这个药物 复发高风险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好比说它领巴线有转移 或是说一开始它的肿瘤很大 那种都是属于复发高风险 领巴转移一颗跟领巴转移十颗 当然复发风险会不一样 也就是它不是第一期咯 对 可能是第二期 第二期以上 那复发转移之后的第一线治疗 也可以用三一性乳癌就对了 哦 OK 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更新的 这个叫做新一代的 ADC标靶 这个可能要李主任解释一下 什么叫ADC标靶 这个ADC这个药物 就是说标靶药物的发明 其实在之前有一个叫做魔术子弹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抗体 有个连接子 然后连接子上面就是 连接高毒性的化疗物 所以传统的化疗物 是把这个药物打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不论好细胞坏都杀 那所谓标靶药物呢 就是说这个抗体会去辨识出来 这个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上面有特定的接受体 然后让这个抗体去认识出来 这就是癌细胞 然后透过辨识出来癌细胞之后呢 把它经由细胞的内吞作用 把这个药物带进去之后 然后在这个癌细胞内 把这个高毒性的化疗物释放出去 去毒杀这个细胞 它如果没有找到癌细胞 是不会随便把这个化疗物释放出来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木马突脚器 对对对 但是它是不是有相关的条件才能做这个啊 什么叫做TROP 对对对 因为在几乎我们所有的癌症里面 都有这个TROP2的接受器 那经由这个临床实验的话呢 告诉我们就是说 三一性的乳癌细胞 其实在使用这个药物特别的有效 所以说呢 在跟传统化疗作比较的话 它肿瘤可以缩小7倍 然后疾病恶化的风险可以下降59% 那平均存活率 达到12.1个月 所以说这个疗效是相当的好 哦因为刚刚我们讲的 像第一种的POP抑制剂 它本身要有BROCA的基因突变 对 可是那个比例很低 对 然后PTR1你要验你的这个 免疫的指数嘛 对 好那个可能也有些人 没有过到那个指数 对对对 可能你的免疫系统 并不适合做这个东西 对 但是这个有95%的人 是具有这个TROP2的 就可以做 对 而且健保脊部用再转移性的乳癌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药物嘛 对 另外这个我这个案例是 使用那个 另外一个药物啦 这个病人就是72岁女性 那这样开始来的时候 但因为这个阿嬷他自己有拖延到 他认为就是说不敢来看医生 后来来看医生的时候事实上 他已经慢了两年拆来 那肿瘤3.6公分 那来的时候我们去做电脑断绳检查 发现这已经有肺转移 这个白点都是肺部的转移 那就是第四期了 对对对对就是乳癌末期的病人 那所以说 这个也没办法靠手术 所以说一开始就是帮他打这个药物 加上传统化疗 那后来呢 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肿瘤已经缩小 再次追踪 从这样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是去年的6月34号 一直到今年5月24号 肺部的肿瘤的肿块几乎都不见了 所以说是治疗效果相当的好 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 他等于是已经到第四期 因为腋下淋巴跟肺都转移 就是第四期末期的病人 当时他验是PD-L1是表现大于10 他必须要有这个PD-L1的抗体 然后再加上他的分数要大于10分这样子 对符合这两个条件 用了才会比较有效果 是 所以113年等于现在 他缩小到1.8公分 最主要是肺的转移也改善 这对他生活品质应该很大 OK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几种药 应该多少都有一些副作用 对不对 第一个是POP抑制剂 他会肺炎 肠胃道症状 还有血球下降 感染贫血跟出血 严重吗 目前如果说我们一般副作用指的是 他的分级 如果三四级以上叫严重副作用 那如果是比较一二级的就比较轻微 那目前这三个药物跟传统化疗药物比较起来 他的副作用都算轻微 那像PT-1的免疫药物的话是皮肤诊 还有一些免疫功能自体攻击对不对 对 这个好像有的也挺严重的 对 因为这个虽然有一些肝炎 胰臟炎 还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但是其实占所有病人都很少数 对 就是要靠临床医师在每次做治疗过程中 都要去跟病人问他有没有这些症状 皮肤诊是什么 抓吗 痒吗 对 起红疹或痒这些 在打药的过程都会有 对 持续的 对 那结束之后呢 结束慢慢都会恢复 就会恢复了 对 只要做症状治疗 如果皮肤诊就给他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就可以了 哦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新一代的ADC标吧 所以它的作用在临床上是什么 这个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血球的下降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感染啊 贫血啊 所以说我们要监测病人的红血球 白血球 看有没有下降 还有肠胃道症状 对 拉肚子吗 对 会 对 恶心 嘔吐啊 它本身夹带的是化疗药物 但是跟传统的化疗比较起来已经轻微很多了 对 应该说以前的三一性乳癌只有化疗可以选择 所以那些化疗巨大的副作用都必须要承担嘛 对 但是现在因为有更多的药物可以搭配的一起使用 所以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其实相对以前的化疗好很多 对 对医生来说应该困扰也比较少 只要给予一些症状治疗就好 没有生命危险 对 不过有一些像这些肺炎啊什么的 如果说临床医生没有早期侦测到的话 有时候还是会严重到 会有一些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真的喔 还是会有 对 所以您的建议是 就是说还是要 我们临床医生都会监控这些病人的状况 对 有任何不舒服 像有些早期的肺炎 甚至只是轻微的咳嗽 有些病人会不以为意 对 但是如果没有跟我们医生讲的话 到变得很严重的时候 有时候要有 就会比较麻烦 咳嗽就可能要小心 对 因为他咳嗽没讲 我们就没有去 不需要 所以说有什么症状还是回来门神要跟医生讲 聚系迷 对 不要担心打扰医生 对 因为我们连续拉肚子 问拉几次 拉肚子还要问拉几次 对 有差吗 有差 因为拉一次到四次那是第一级的拉肚子 对 四次以上就到第二级去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分级 那不同的级别 严重度我们会给不同的药物 对 所以说打化疗或是接受这些新一代药物的病人 是 回来都要跟聚系迷跟医生讲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症状 对 这样医生才能够比较警觉 理解 理解 好 所以其实 就是我们刚刚讲 三性乳癌在过去相对恶性度很高 它的存活其实包括它的孵化率也偏高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么多的新药可以来配合使用 真的鼓励这样的病人一定要积极接受治疗 然后尤其刚刚我觉得今天李医师提醒的很好 你连拉几次肚子都要跟医生讲 对 OK 好 非常谢谢李主任来的节目当 谢谢 谢谢 好 也欢迎大家扫描QR Code加入乳癌攻略 帮助大家沟通治疗不卡关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拨打我们基金会的免费咨询专线 欢迎为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看乳攻略与您一起吸手抗癌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